今天制作的是50%含量的全麦吐司 开始搅拌 那我们将全麦粉和小麦粉 食盐 砂糖 胶母 水 我们开始慢速搅拌 当我面团搅拌成蛋以后 没有很多明显的干粉 你就可以快速进行搅拌 当我面团搅拌到表面光滑 然后用手去拉的时候 可以拉开后膜 那像我们这个里面加入大量的全麦粉 所以有很多的敷皮 所以它的膜不是很光滑 然后我们加入我们的黄油 然后再进行慢速搅拌 将黄油和面团融合均匀 当我们黄油全部融合 我们快速进行搅拌 经过一分钟左右的搅拌 我们面团已经搅拌好了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面团的状态 最终搅拌好的 轻轻地去拉开它 它能可以拉开一张很薄的面膜 那这个模式可以看到手纹的 加入我们混合好的核桃碎 然后将核桃碎与我们面团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将面团揉匀 然后放入我们30度发酵箱 发酵一个小时左右 发酵圆起来两倍大 你用手去按它 有微微的回弹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进行分割 分割100克一个 排气 揉圆 盖上保鲜膜 松弛30分钟以后 就可以制作了 滚成一个长脚形 用擀面杖擀成一个长脏形 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 轻轻地给它卷成圆柱形 然后将接口捏紧 然后四个围一组 放入380个头丝模具 放入形犯箱 以温度30度 10度70% 发到9分满即可 我们全面头丝已经发酵好了 我们只要发酵了 模具的9分满左右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进行入楼烘烤 以上火160 下火230 喷蒸起火秒钟 烘烤25分钟 就可以了 我们的全面头丝 就烘烤完成了 出楼 轻敲烤完 将头丝模的面包 倒出来 放在网架上冷却 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